嘉义有一位国小四年级的成小妹妹 先天是有学习障碍 但是在师长的引导之下进步神速 而且她还是一个贴心孝顺的孩子 虽然说家境清寒 不过是主动帮忙做家事 跟照顾弟妹减轻妈妈的负担 有孝心又有上进心 也让她获得嘉义城隍庙慈善会 颁发为逆境天使 一字一句努力念着课文 这对一般人来说很简单 但对这位来自嘉义的国小四年级 陈小妹妹来说并不容易 她是位漫非天使 先天有语言正爱 所以三年级时遇到了一位好导师 先从博语开始 如果她没有办法念文字的话 那就变成一个文码 那将来长大之后 就会变成一个社会边缘人 导师以头发练钢的方式 让小妹妹从连注音符号都不会 到现在已经成功九成 陈小妹妹其实家境清寒 一家六口全靠爸爸一份薪水苦撑 身为家中长女 主动帮忙做家事 照顾弟妹 孝顺又贴心 获得嘉义城隍庙慈善会 颁发为逆境天使 城隍妹妹面对家境清寒 教育落差等困境 却积极努力向上 妙方也借此 炮砖引玉 期许大家一起来帮忙 姐 蔡崇武嘉义报道